会知道其实它都可能改变 它是有选择的 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要珍惜现在 认识无常的时候 你就会珍惜自己所拥有的 那么也唯有当你懂得把握现在的时候 你才有可能在未来的每一次机会 你都把握得住 就是要先从把握现在的这个机会开始 这种举个例子可能比较容易了解 就好像春夏秋冬好了 就是当你现在是夏天的时候 你就享受你的夏天 你就去经验夏天它该有的气氛 它该有的一种生习一种感觉 而到了冬天发生的时候 你就去好好的感受冬天 把握这个冬天的美 因为这实际上也没有了解 如果坚持人居然就出现了 缓短 但是呢 就是了解 就是了解 但是呢 好了 但是呢 这些人给你帮忙 这些人给你帮忙 然后会帮忙 在外人上 在外人上 这些人从中文中的读书来 当人们都在读书来 谈论他们的读书来 他们都没有读书来 在家中在家中,哪一家的家里,哪在家里去 有西文寺的家里,哪在家里的家里去 我也知道许多人也会在分享提到说 他对于自己的亲人 尤其是真的是自己很爱的那个人 或者譬如说父母 当他们往生死亡的时候 是如此的多么的一个痛苦 或者说难以去面对跟接受 我觉得跟我们今天谈到的 自己要先认识死亡跟痛苦 我觉得很有关联 也就是说 当我们自己能够先接受 或者说面对这个生死跟死亡的时候 那么你才可能面对 有这种力量去面对亲人的这个往生 对这种力量去面对 我说是 那么说 都因此 那在乔与她说,做这个文化的文化的文化 如果你不懂得和要智能说不, 这种文化的文化都不合作, 而又不懂得和出差, 这些文化在文化上也不可以作出乔, 以爱的名字 Yani这种文化的文化, 贝能保持人的变化 我现在和家人的变化 要说真的要做贝尔的变化 应付不上这种变化 从来来让这种变化 我们现在来变化 我们使用了 subject 所以你可以吃完美的食物 或是吃完美 better 你先吃完美的食物 所以你会把他的食物的用意 也就是祈願深深世世不離上師尊 有這樣的一個祈願文 那麼從佛法的角度或者說 從在這個精神修持上的角度來說 真的這樣的一位具德的上師 或者說你的根本上師 他真的就像是父母是一般的 所以在這樣一位上師 他往生緣起之後 其實就像是你的親人父母不在了 是一樣的 他的確他會有一種苦的 但這也就是為什麼 在祈願文裡面會有一段 有一個字叫做 生生世世不離 所以換句話說 光是這個祈願文讀到的時候 你就要了解到 其實就像剛剛說 生死就在告訴我們 它不就是一個結束 什麼都沒有 並不是的 它是生生世世的 你可以有祈願的 你可以去跟隨的 它是這樣一個循環不移的 所以講回來 當我們對於生死 對於無常 尤其在你的心中 你越去思維它 去想它的時候 那麼你自己能夠面對 跟接受之後 那麼在你面對到周圍的親人 尤其當你最愛的那個人等等 當他不在的時候 你就更能夠坦然的去面對 你看這個 所以你們 你知道 就買了 呀 你這樣就買了 雖然 這就是 你 從來 在这个方眼方面,我想要留一点过去 我们不得学习 学习的学习 我们不得学习 学习 学习 我们不得学习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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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得学习的学习 我们不得学习寻习 学习 做留学习 学习 学习 那麽我想今天的有關這個生死的這樣一個主題大概就講到這裏吧 其他我也想不太出來要講什麽了 不過還好在最開頭都已經先說在前頭了 就是真的自己這一次不是太舒服 有點力不從心了 那我想今天就講到這裏 沒有 還沒 等一下 還沒 還沒 對不起 那我要把這道房子說到這裏 那這裏 那這個樣子還是 Negan 還是去 nights 那這裏 在心裡的是 那清涼 他也不應該去 认为ORDU decir 不行 今天对练习的只是卖一网 跟这些活动在血脏 人家有出口,很多人都知道那些人的好 但他在这些人中、要看他 他就在这些人做了 他就知道一种好 他就在这些人做了 他就做了 他就在这些人做了 所以他会讲 他就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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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社群人的计划 和社群人的计划 大量的计划 原来说 那你自己做的 你自己做的 有什么 你自己做的 你自己做的 做的 你自己做的 可以做的 你打不动呢? 不是吗? 只想像没说的话 看你怎么做的 我们可能想看你怎么做的 你怎么做啊? 说一车就送他 但那天都是 就去给我们 走了 但我总是想看你 我们是人们 我从在这儿 都想看你 你怎么做的 我真的想看你 那又等我 他们有计划 它们在师父中看趣事物 在如果你们的时候 他说当作与其他问题 当作与其他问题 他说当作与其他问题 在想说去习乡 在无数无数 我们是用手 对一样那么如此 而这一切都是 同时,再次一件事,首度将接触到 儿子那是 尤其他生命的 有时候在一起, 就会说了 你们跟出生命有什么 你认识。 不,因为我们可以明白 有时候需要您的心理 一方便来说 就像在最开始的时候有提到这一次整个在德里的活动 是由我们香港各个中心大家联合来举办的 那在可以说是这样一个求法的听法的一个活动 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但这个意思并不是说要我来说法这个很好 并不是这个意思 任何请任何上师任何来有举办这样的活动 尤其是我要讲的好是因为看到香港的中心是如此的合作 跟融洽的一起来联合举办这样的活动 这个本身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 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因为的确有一些地方我就不说是什么国家 但有些地方呢中心非常的多 但是他们就是很难以合作 很难以共同来举办些什么活动 但是我们香港的各个中心真的是有这样一个特点 而不只是这一次得理的这样一个几天的活动了 我也知道在之前像是港马爸900年的一个庆典 最开始我们是在印度开始第一场 之后也在世界各地一些地方举办 但就我所知香港举办的真的是最好的 也最盛大也最好的 那我觉得这真的是所有中心大家的一个合作 共同努力之下的一个成果 所以不管其实不管叫什么名称任何活动 总之你们都能够和谐的合作的来举办 那这是我的一个心愿 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这样子举办下去 因为这可以说是我们之间共同的一个 佛法上的一个誓言 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不仅是 于私对于你个人来讲是有很大的利益 于公来讲于整个这个大众来讲 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也希望各个中心的负责人也好 各个每一个人也好 都能够带着这样一个心 也就是不是为了你个人的利益 是为了佛教 也为了所有的众生 也为了要真正服侍跟诚识这个佛教 还有诚识这个所有的上师们 能够如此融洽地带着这样的发心 继续地来合作举办各种的活动 incluso这么大众产的 人们现在都是在一起的 和爱上人们在一起的 上洗的 kon Beauty 得通去 需要更多,不止 和黑的情況 只有在身上 規則十分 世人在 linguistic歸 日本人的眼睛 日本人的眼睛 在日本人的眼睛 英雄在眼睛 我方向上朝鷹 南部和黑衣服 你用这一套 依然找他 这一套依然用了 你用这一套依然用 用这一套依然用 你用这套依然用 用这一套依然用 用这套依然用 用这套依然用 如果不是因为 因为です 因为这个套依然用 这是真正的套依然用 但去一下他他自己也許了 他相信永遠都要寫 television 因此此,他会受到作品 而在他身上,他也許他要寫 所以他永遠都能忍耐心 如果他永遠有些人不群 他能宣派工作 尤其他是他的典型体。 他的典型体育成多。 他们进入典型体育成多。 自己知道他在典型体育成多。 但是有典型体育成多。 他在典型体育成。 携带他几十。 就可以了他这种体育成多。 从真教学习时没有生存的 过去我常听到有的人会跟我这样子说 就是好奇怪 怎么比起一般的人 怎么在中心的这些法友们麻烦更大 就是更麻烦 就是这个问题更多 总是嫉妒心更强 我总是一听到我也觉得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也想不太通 但的确有时候看一看 好像还真的是这个样子 就是当他是一般人正常生活的时候 还蛮正常的 但是一到这个中心去的时候 奇怪就是问题特别多 而且嫉妒心特别的强 那其实我们不是应该相反 就是一到中心反而是要更好 不是吗 如果到了中心不好了 那就不好了 所以在佛教里面很重视的 很重要的 佛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词 就是和和是很重要的 尤其在有一个词就叫做生且 叫做桑嘎的一个词 也可以叫做僧团 其实中心来讲 它就是一个僧团 而什么叫僧团 一个桑嘎的意思 它就是和和的意思 总的来说 一个和和的感觉该是什么呢 就是它是如同钻石一般的 坚固不摧的 它要是有这样的一个状态 这个就叫做和和的一个中心 一个僧团该有的状态 这也是佛教里面非常强调的一个关键 我们会说佛教要能够兴盛 它的基础是什么 就是和和 那只有这个僧团或者说中心 大家的和和这个佛教 才有可能兴盛 然后我们会说过去有一个加设佛 那加设佛的这个教法 相传它是怎么样的毁坏的呢 是因为当时的僧团 太过于懒惰跟懈怠而毁坏的 那释迦摩尼佛的这个教法 它又是怎么样而毁坏的呢 一种说法是因为这个斗争 或者说一种纷争 这样的争吵而因此让它的教法毁坏毁灭 内部 内部的一种争吵而毁灭 但他们应该是重新的 战争 还有一种重要的 这种基础这种基础 特别是重新的 在这里 利用信的 有可能在那裡 山上下,河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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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去做 Joshi 在 Betsa 那些人在哪里 相信他就放在这里 他在那里 看看他 因为哪里 这他知道 那他能放在这里 他要放在这里 他敢放在这里 不是就 ген老婆 你怎么说 你这个人要关心 你什么 finance 是那些人 我把你来干净 你能给他干吗 他说 干净 没什么 你能对他来做 那这个人 真实是 这个人 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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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你可说 使人似乎你 能为什么 众你 当她想哪二八 以前他们都想要安排 因此我们他们在这种手法 有些人所以在这种手法 有些人想要去结束 Concentre上就说 这种手法就要去结束 或者是要去结束 这种手法就是在这种手法 但是我们的手法 用手法去结束 用手法写 这些人都在说 他们将许多些人做的事 他们会有变化的言典 但是他们会有变化的言典 把他们想起来 如果他们想起来 他们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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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会有变化 所以他们想起来 他们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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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释迦牟尼佛那时候的那一段故事其实很长 但简略来讲就是在他涅槃之前的时候色界天的一个天魔就来到佛陀的跟前 他也齐寝但他齐寝的是说齐寝佛陀说您可以走了您就赶快走吧 而且您该做的也都做了您这个该说的法也都说了 那您就赶快涅槃去吧总之是这样的一个齐寝 那故事很长但最后最后呢总之佛陀有一段故事最后是说佛陀就说了 佛陀说了一句话他说是的我会涅槃的我会走的 但是呢我的教法他会长久的留存在这个世间的 但没想到这个天魔他也就接着说 他说哦不会的你的教法不会待那么久的 为什么呢因为我会变成是持教的大师 我会化身为你佛教当中的这种持教的这个大师 我会在没有说大师 持教的人佛教徒 哦会成为这个佛教徒 我会成为一个佛教徒内部的 然后我会去挑拨离间 我会在里面做各种的一个破坏 所以呢你的这个教法是不会很久的 最后最后这个故事是什么呢 是佛陀他也都没办法了 他怎么了呢 他就哭了就流下了这个眼泪哦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你看佛陀他不是个我们所谓的创世主 他创世主就好像他可以改变所有 他有这种能力 他也不是这样一个万能的一个救世主 所以你可以看到最后佛陀也都没办法 他就只能流下眼泪 换句话说这是在告诉我们 做不做在我们自己了 我们现在身为佛教徒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个这个魔的化身来破坏这个佛教呢 还是我们要成为一个能够和合的僧 和合的这样一个人让佛教兴盛呢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方法是什么 就是互相的一个赞叹 而且总是呢试着看这个好的部分要赞叹 当然这并不是要各位去歌功颂德 好像说那个人他根本说很多这种惨媚讨好的 他根本没证悟说他有证悟说他没神通说他有神通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一个要点是要看己过 然后要赞他的 这是非常的重要 要看到自身的过错 但是你要能够赞叹他人的一个功德 唯有这样子做到的时候 教法他才可能会兴盛 希望各位能够放在心上 他会议得很重要 为什么他在这边 这一句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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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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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可以肯定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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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涵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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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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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礼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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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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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